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进行蓝牙开发的第三课 在这一课中,我们的主要内容有 教给大家如何去查找设备 以及怎么让自己的设备可见 接下来,然后讲解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查找结果 然后,怎么把设备绑定起来 我们知道蓝牙在传输数据之前 需要把设备之间进行绑定 表示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可靠的 才能进行传输数据 然后最后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列子 来把这几个知识点给贯穿起来 好,我们现在先讲这个查找设备 怎么查找设备呢? 就是一个函数,一个方法的一个事情 在Bluetooth Adapter中有一个方法叫Start Discovery 只要你调用这个方法,那么就开始查找设备 按照官方的说明文档,这个查找设备的时间大概是12秒钟 那么它是一个异波函数 在查找这个设备之后 那么我们需要去监听广播来获取到查找到的其他设备 所以这个函数用法是很简单,它需要和广播进行结合起来 如果是说我要查找设备,那是不是所有的设备 所有的周边设备只要打开了蓝牙的,我都可以看见了 不是,蓝牙为了安全起见 它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个可见性 如果是说这个蓝牙是不可见的 你其实是找不到了 就算它的设备就在你旁边,你是找不到它的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设备设为一个可见 那么怎么设为一个可见性呢,很简单 这里也是发起个internet,传一些参数给系统 系统收到这个internet之后会谈一个对话框 询问你是否是允许这个设备设为可见性 这里如果是你允许的话,那么设备就变为可见了 然后我们这里注意这里有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可见性的一个时间 我这里写的一个300秒 即代表是5分钟 也就是说设备在5分钟内它是可见的 当然这里可以自定义 这就是一个查找设备和设备的可见性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 我要查找设备 那么怎么知道我找到设备了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获取一个查找结果 刚说到这需要个广播 这广播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叫 Action Fund 这个Bluetooth Device的一个Action 返回给你一个设备 当你没查找到一个设备 系统会发一个广播过来 然后你从这个Possible的一个Extra里面去读取这个Device 这个设备就是我们查找到的设备 那么我们查找到设备之后 我们要进行通信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 绑定 对 那下一节我们就是绑定 绑定设备也很简单 它就是说一个Create Bound 这么一个方法 但是它这个API的Level是比较高的 是要求API Level 19以上才能使用 也就是说Android 4.4以下是不支持程序去绑定设备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啊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深度点的蓝牙开发 你的SDK的版本需要高于4.4 然后另外说到了 要绑定设备 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级的权限 在这里我们看到啊 这一个权限 Admin的这个权限 就是所谓绑定设备的 你只要有这个Admin的权限 你才能够去绑定设备 然后前面这些都是一个基础知识点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列子啊 来给大家讲这些该怎么去运用 这些API怎么去运用 它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代码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工程 我们这个工程也是和之前的课也差不多 我们这里有一个BluetoothControl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BluetoothControl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我们获取了一个Adapter BluetoothAdapter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 首先我们当然需要打开蓝牙 在做这个事情之前 需要检查蓝牙有没有打开 对吧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打开蓝牙的方法 那刚刚说到了 打开蓝牙的可见性 好我这里写了一个Intent 这Intent呢 然后传了一个Action 这Action呢 是在BluetoothAdapter中的一个Action 它叫ActionRequestDiscoverable 有这个Action之后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Action之外 还需要额外的一些参数计 它可发现了一个时间 做一个Intent 放在这个Extra里面 然后我们去StartActivity 这里我们不需要ForeResult 因为它的设备不止一个 StartActivity onResult 是不能完成这个功能的 它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做的 这里查找设备也很简单 这里呢 是获取一个绑定设备 我们这里把注释加上 好获取绑定设备 我们后面会用到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基础的 蓝牙通信的一个API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列子 这个MoveActivity呢 稍微比较长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首先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这是这个小程序的一个运行界面 我这个界面呢 很简单 这里是一个Nist of View 里面存放绑定的设备 或者正在发现的设备 这里有个菜单 这菜单呢 里面有几个点 一个是打开可见 通过这个方法 可以让我手机的蓝牙 让其他的设备所发现 第二个功能点呢 是查找设备 就是说我去找别人 第三个功能点 就是说查看我已绑定的设备 然后我们现在讲 这每个功能点 它背后的一个函数 去怎么实现的 首先我们看打开可见 这个是个菜单 打开可见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好 这里一个菜单是 Enable With Ability 我们就调用了 Control的Enable Visible 来打开这个蓝牙 让它可见 打开蓝牙可见之后 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个状态的 这个状态 告诉我们蓝牙 什么时候被可见 什么时候不可见的 这是我程序 可能是需要知道的 这个时候我需要 监听一个广播 什么广播呢 我们看一下这儿 这个广播 这个广播呢 是一个叫Action Scan Model Change的 这么一个Action 那这个Action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说 我注册这个扫描 我注册这个设备状态 一个改变 当我可以被看见的时候 它有广播过来 当我被看见结束的时候 它也有广播过来 它告诉你 你状态的一个改变 我们看一下 针对这个Action 它怎么处理的呢 好 注意这一段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Action 大家注意 一般情况下 我们写这个 自负创的比较 如果有长量的 就放前面 这样可以防止 如果这个Action 为空的话 它有空指针异常 所以这是一个 安全的一个编程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里我们从这个 Extra中 获取一个Scan Model 那么这个Scan Model 它如果是说 是Discoverable的 那么它是可发现的 那么我这里 做了一个操作 就是说 顶上的进度条 就开始转动 就是一个 友好的人机交互 那么如果是说 当我这个时间 到了 Timeout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不可见了 这个时候 我需要把进度条关闭 那么告诉用户 我现在这个 已经结束掉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一个开关 你是有 你的开关 是通过UI的方式 能表现出来 不会让用户迷惑 大家以后 在做项目的时候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有互动 这就是这个 广播的一个用法 然后我们看 我们的第二个功能点 我们第二个功能点 是什么呢 是查找设备 那查找设备 我们也继续看一下 这个菜单的 怎么操作的 好 查找设备 查找设备呢 我这里首先 有一个Adapter 那这个Adapter 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一个 List View 所绑定的一个Adapter 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 那这个Adapter 它是继承于 BaseAdapter的 它的成员变量 很简单 就两个 第一个是一个 Bluetooth的 一个device的数据 第二个呢 是一个context 然后在构造函数中呢 我们去把这个 context的传进来 然后同时 传一份数据过来 当然默认情况下 的数据是空 然后这边的写法 就是和普通Adapter 写法一致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然后这里说一下的是 这个GateView GateView呢 它的写法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首先去看这个 传进来这个View 是不是空 如果是空 那我们就再创建它一次 如果不为空 那么我们就不创建 那么这里 我是用的 Android自己的一个 很简单的 一个ListViewItem来做的 我就没有自己 去写这个Layout 那么它这个 就包含两行 第一行和第二行 我们把它找到 空间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取到 对应的这个蓝牙设备 这个蓝牙设备 第一行 我们显示一个名称 第二行显示一个蓝牙的一个地址 然后最后反馈出去 这里refresh呢 主要是用于刷新数据用的 我们每刷新一次 我们每传一个数据进来 那这里都需要一个通知 去告诉Adapter 这个数据改变 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观察者模式 注册的一个观察者模式 就是我们Adapter 其实相当的简单 明了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Activity上 好 刚刚我说了 我们去查找设备 查找设备呢 之后呢 我们对于每一个设备 我们都可以去点击它 点击它后 然后就可以变成绑定 这里是一个绑定的一个方法 就是每一个ListView的Item 我们都可以去点击 点击之后呢 我们可以获取它 获取它之后来进行绑定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查找设备 我们那么需要 对应的是一个 知道一个查找结果 这里并没有写查找结果 是因为我们查找结果 是通过广播的方式来传过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注册的一个 广播的一个监听 我们又开始查找 结束查找 以及找到设备 那这三个怎么用的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广播怎么写的 第一个开始查找 开始查找之后 同样的 我会在ActionBar上 有一个进度条 一个圆形的进度条 告诉我们这个设备 开始查找 就是开始 做按动 然后同样的 我们需要初始化数据 然后通知 把这个ListView给清空掉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 当找到一个设备之后呢 会有ActionFound的这么一个广播 然后我们收到这广播之后呢 我们可以从这广播的 Possible中取出Device 这个Device就是我们查找到的设备 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List里面去 通知Adapter去更新 对我们找到设备 那我们查找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进度条 给它隐藏掉 所以这里设了一个 Visibility Enforce 好 这就是查找设备 那接下来呢 如果我们要获取 我们绑定设备的 已经绑定设备的一个列表 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菜单3 第三个功能点 第三个功能点 就是 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就是获取绑定设备 然后 把它射到这个Adapter中 然后去刷新 同样的我们要注意是 我们之前 我们在ListView 设了一个 OnItem Clinic Nismore 主要是用于绑定设备的 那么对于这个 已经绑定好的设备 所以我们这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设备空 当然 如果是说你 你觉得你的程序 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的话 那这里你可以写 把它截绑定 这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程序呢 倒是可以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实际的手机上 实际操作一下 这里我给大家 截个一个屏 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好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Action Bar 这是我的菜单 这里是我查找的设备 小米盒子和这一个 然后我可以点击这个菜单 好 这就是我点击菜单的一个效果 它也分为 打开可见 查找设备和一绑定设备 当我点击一绑定设备的时候 它可以把我的 一绑定的设备列出来 这里我写了 我的手机一绑定了一个DVD 一个华外的手机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demo 下去之后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demo的一个原理 以及它和UI的之间的一个操作 好 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这节课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是查找设备 二是设置设备的可见性 然后我们通过广播的方式 获取了查找结果 有了查找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去绑定设备 然后查看我们一绑定的设备 这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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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